我是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代表我很天真 也代表我是個賤人 這差不多的人生 這個問題健身 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北京的朋友你們準備好了嗎 這支區結論下來 我想真的 雖然我都是跟著阿樂去那邊表演 對 那可是真的我想真的 我的歌迷真的不會比阿樂少 不 因為我覺得可能是我第一次去 很多人也是衝著我來 就一定要去 那時候在後台 幾個歌迷很暴動 在那邊吼叫阿 什麼怎樣的 真的把我當神一樣在崇拜你知道嗎 對我覺得就是 就可能大陸一些我的 歌迷會也好 我的相關網站也好 其實他們都還會一直討論我 很久很久 我剛出道時候的 一些歌詞 一些歌 有票選 就是你覺得熱狗最屌的歌詞 怎麼樣他們都會 譬如說甚至差不多先生 他們我最近看到他們有一個什麼 差不多先生封面的模仿比賽 對就是可能大家就是 就是找一張椅子 然後這樣跟我做差不多的那種姿勢 這張專輯來說好了 對其實網路上呢 就其實大陸那邊 或是他那邊其實 多多少少有一些 負評 對他們講說 熱狗你變了 你還是最早時候 那個你嗎 你知道嗎 結果你知道有一個幫我說話的 網友鄉民 你知道他一句話 你知道所有人就閉嘴了 他就說試問 請問八年的你 八年前的你 你在幹嘛 那八年後的你 你現在又在幹嘛 請問一下 你有沒有變呢 你還是當年 在補習班 聽著熱狗 補補補補 然後覺得 很興奮的小孩嗎 請問你現在還有在補習嗎 對所以我覺得就 我自己看了也就覺得 你知道 真的很感動 我抽了差不多的年 又過了差不多的一年 時間差不多的時 花了差不多的錢 我要差不多的時 做人家 差不多的錢 我在差不多的平面 又是差不多的一年 在泰國 他有辦一個 亞洲Hip-Hop的Festival 他有請了很多亞洲地方的國家 比如說泰國 馬來西亞 然後菲律賓 日本 韓國 香港 還有台灣 就每個地方都派出了 就有一個Hip-Hop的代表 那台灣的話呢 就是 不好意思 是我本人 Festival的主秀是 美國的NAS 對 所以這個 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很盛大的一個Party 對 就是我覺得這次 也是學到 不少東西 這樣子 謝謝Yahoo的話 他就是 會比較 會比較 下流 對對對 比較輕鬆 有趣 然後畫面的處理可能會 比較善情一點 因為那歌 他就是講現在時下 年輕人 很習慣於網路交遊 或是在網路上 處理很多事情 對 那我們都有在網路上 騙妹 的經驗 嗎 沒有 沒有 我也沒有 我只是講這個 你這麼爛 如果他講的沒有 苦難的話 他就說他以前 期末教的全盛時期的時候 他真的認識 非常多網友 我聽下來 這整張專輯的歌裡面 裡面 你們覺得誇張的部分 或是感覺他是在 為了 為了效果寫的東西 實際上他都已經 有受保留了這樣 關於熱狗在網路上 交遊這件事情 我們內心 嘴巴說是非常唾棄 但內心是實際 非常的崇拜 因為他說什麼 妹就答應什麼 儘管說 熱狗說我有女朋友 你要不要跟我回家 他們還是說好 關於這種魅力呢 我沒辦法了解 網友們在想什麼 可是他現在好像 比較沒有在搞這些 當然不行 現在還得了對不對 好 多少 對啊 真的 他現在沒有在搞這些 真的 我覺得是綜合很多 大家的故事 這首歌就是寫 那種網路交遊的 一些故事 一些現象 那我覺得他是很生活的 就是如果你有在玩 網路交遊 特別是你比較早就開始 玩Yahoo交遊的話 你聽到這個歌 你真的會覺得 你覺得很好笑 就覺得真的好像又回到了 當時候大家在那邊 Yahoo交遊的情形這樣 差不多先生 我的差不多是天生 差不多先生